他们用了产品以后 如果睡眠不改变 我第一个就是 我就是要问他 我说你还在用哪些药物 很多药物是影响我们睡眠的 如果他的睡眠 就是说我给他一些自然的 顺势疗法的 这个natural的remedy 来帮助他睡眠 他很久没有改善的话 肯定还是他的药物的问题 那我们给他这个natural的remedy 一定要还能帮助他 解决他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改善血压呀 降低血糖呀 会尽量的去自然 用这种自然的疗法 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 解决他的睡眠问题 现在我想跟大家呢 说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有酒烟 咖啡因 倒班 还有呢就是光 我们睡眠的时候 我记得小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都是家长 给在房间里留灯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在家里留灯 就是有这个光 这个孩子他就不能进入深度睡眠 所以一定要关掉灯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呢就是噪音呀 有没有开着电视呀 这个房间里最好不要有电视 有电视呢 他就留在屋子里这种影像 你一进入这个房间 你没法全部的放松 你的卧室和其他的房间 一定要分开 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温馨和放松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保证你的睡眠 还有呢就是 Spicy food 大家记住了 这个我是深受其害 这个如果吃了辣的食物 也会影响你的睡眠 很多人不知道 我呢就不知道 没有想到这个 我后来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 然后发现这个Spicy food 就会影响你的睡眠 晚上不要吃辣的 吃辣的你睡不着觉 还有呢酒精 如果你喝酒的话 就会抵消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那个生长荷尔蒙 大家记住了 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酒精 那还有呢就是 我们哪些方式 刚才说我们是 Don'ts Don'ts 就是说不要做的事情 以保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 那还有说 What are the do's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 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呢 第一 我们刚才说了 要有这个这个房间 要要放松 然后呢 哪些事情可以锻炼 moderate 不要剧烈的 尤其晚上 不要做剧烈的锻炼 还有呢是meditate 就是这种冥想 想一些高兴的事 愉悦的事 这种meditation 还有呢 就是瑜伽 做瑜伽 非常帮助睡眠的 当我们把这个筋膜咒理 撑开了以后 加速这个血液循环 也会对我们的身体 这个放松 这个这个血液放松 会加速我们的睡眠 再有一个呢 就是啊 针灸 扎针灸 也会 是一种自然疗法 呃 还有呢 有一种叫hypnosis 啊 叫这个催眠术 这个催眠术呢 也会 呃 帮助大家的睡眠 那凡是这种放松的呢 都会帮助大家的睡眠 大家可以试一下 但是呢 扎一次针灸 大家知道非常贵啊 80到150块钱 哈 不懂 不同的针灸师 呃 charge的不一样 也很贵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呃 有自然的方法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自然的方法 那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凝胶 这个凝胶呢 非常方便 它是顺势疗法的 也是草本的精华用在这里 只要一天涂两次一次两个泵 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健康上的 呃 环节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会帮助大家睡眠 有深度的睡眠 这个呢 不是药 它不会说是一天就会有作用 当然确实有很多人一天就有作用了 但是我们要呃 吃之以后 可能一两个星期 今天是中国国内的国庆节 希望大家都有呃 一个好的节日 在啊 大家有感兴趣这个产品的话 私下跟我联系 嗯 这个产品 那我现在呢 就想请我们观众里面有哪位朋友上来跟我分享一下 有没有用这款产品的 这个产品会帮到你睡眠呢 呃 比如说这个增加这个骨健康呀 关节的健康啊 深度的睡眠啊 也会这个增加我们的肌肉 大家肌肉 肌肉就是寿寿命啊 肌肉多就是寿命长 所以一定要保持肌肉 我们说减肥减肥不是说是要减肌肉 我们还要保证肌肉的这个呃量啊 我们才能够健康才能够保证不健康 然后那就是这个有40多项benefit啊 这个这个益处啊 啊想了解的朋友单独跟我联系 还有一个呢 非常帮助我的睡眠啊 这个因为这个哈 他其中的一项功能就是 这个也是38个自然的这个材料呃 做成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这个精品啊 这个叫有乐为 这个精品呢 他会这个relax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血液以呃平和 那也会比如说尤其白天的时候 尤其白天的时候 有这个很多压力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烦恼啊 压力啊 有什么这些事情的话 如果你坚持白天用这个 晚上就不会说 呃stay up late 晚上就能按时睡觉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也配合 当然这个本身呢 是改善脑部健康的 脑部健康的一项就是睡眠 所以也很重要啊 所以他他也会间接的改善我们的睡眠 那这个是关于脑部健康 增加记忆力 我们的头脑的反应能力 我们的啊 啊 alertness focus 啊 我们能够focus 现在呢 哦 好 现在呢 我想请我们观众里的朋友哈 上来 我看看啊 我怎么 我我看看是怎么请你们上来啊 哦 我这儿好 那个 三里 三里请求了 三里请求 三里上来 大家还亲得清楚吗 三里 三里请求 上线 好的 哎 三里你好 哎 你好 Key你好 看到我妈看了 做吗 我妈打字打个一好吗 如果还听得清楚 打字打个一 好 啊 三里你好 你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睡眠方面的 secret 你是怎么才能 你是怎么样 做做哪些 保证良好睡眠的 好的好的 大家早上好啊 嗯 我呃 就是每天就是在用这个 呃 小蓝萍营教 小蓝萍 您也用这个小蓝萍 我就叫小蓝萍 干蓝似的 很漂亮对吧 每天 好 两次 早上和下午 每天两 就是每一次两半 它会令我 睡眠呢 就每天早上醒来 就是感觉经历很充沛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就是感觉到 好像我们南方人的 圈器一样 就是昏昏沉沉 就是没有精神的那一种 可是用了小蓝萍以后呢 就是会感觉很 很有精力 很有精力充沛 啊 精力充沛 睡足了啊 睡足了 睡饱了 这种感觉 对的 对的 那太好了 啊 你用了这个小蓝萍 用了多久了 用了三个半月 三个半月啊 三个半月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是从什么时候 睡眠开始改善的了吗 啊 你是从什么时候 睡眠开始改善的 用了多久以后 应该有 三个星期左右吧 那个时候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 没有处备去留意 留意这方面 不过呢 我还有另一方面 那个女人的月均啊 那方面特别的都有有感觉 第一次我就感觉得很很棒了 嗯 听得到我说吗 好吧 嗯 他用了第一次的 的时候就感觉 因为我以前也是有头痛啊 那方面的的问题 每一次就是头很痛 还有晚上的睡眠也不好 就是头痛嘛 就是头的好像针扎一样 就是感觉到晚上睡的也不好 做得不好的 那等明天起来呢 那就会感觉就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精力做事情啊 就是就是做不好 就是很影响 关闻成城的啊 对 嗯对就是很影响每天的那个那个生活 我对对对啊那用了用了这个呃小蓝瓶有三个多月啊哈 你从什么时候觉得这个训练改善了啊大概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左右 那三个星期啊啊啊这个也每个人也是不同的啊 啊我是啊对对我是两个星期就改善 但实际上我真正能睡到八小时还是在呃呃时间长时间要长还是在呃呃更长一点 可能你的是三个星期啊是不一样的好非常感谢你我们这个下面这个 有这个有这个丹利姐哪去了啊啊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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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邀请感谢啊感谢很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好的好的谢谢 嗯谢谢谢谢 谢谢 我先下 还有呢 这个我看看谁 你好哈喽哈喽你好丹利姐太好了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个丹利姐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是睡眠问题 有些伙伴呢肯定都会有睡眠的困扰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睡眠方面有哪些窍门 啊啊有哪些啊啊啊 posisi great 的跟我们有哪些秘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哦哦大家好啊我就是用了这个这个小 opens现在睡眠会有改善啊 哦你用了多久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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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um uh um 哦哦led uh嗯ーレ Inside啊一年8个月了哦你用了这么久了哦 对啊 声音没有了 单位姐你的声音没有 2月 OK 好了 2月开始用 那你用了多久对训练有改善了 有点暗 对 对好这样吧 好不好 好好好 看得清 看得清了 好 你这个就是都有哪些方面健康上的改善呢 睡眠了 然后改善很多 皮肤啊 减肥啊 还有就是关节啊 就太多了 就是用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坚持用 嗯 关节对我 发现我的关节也 原来这个肩颈啊 还有这个胯骨啊 都有问题 我发现也是 对对对 特别颈椎颈椎也是会有好转 嗯 它就不会有那种犯那种颈椎毛病啊 嗯 嗯还有四例了 基本上我一般我都不戴眼镜在家我出去开车然后才戴 啊 眼睛对我是有近视加散光嘛但是我现在就基本上在家都不戴眼镜出门才戴啊好的好的啊很有呢就是那你就是用了这个这个这个营销毒枪时间以后睡眠才改善的啊用很快的啊 大概我记得好像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就很容易入睡特别就是到晚上就想睡觉的嗯嗯嗯嗯嗯但现在可能就是习惯了以后就会有时候会晚睡就是了自己晚睡但是睡眠的质量很好就没有醒也不起夜啊也不起夜然后也没有不起夜我一直都也不起夜但是就用了以后就是虽然期间短啊但是我的睡眠质量挺好的 睡眠质量好能够有深度睡眠啊对对深度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因为跟大陆的电话沟通呢是影响你晚上睡觉吗会因为国内的时间都是白天嘛所以会有影响对特别有时候晚上啊他们有时候会有电话来没办法对对我想这个原因可能会让你睡的比较晚对是哈其实不容易不容易客服因为家在那边 吗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吧对对呀对呀所以嗯ですね 嗯嗯嗯嗯嗯对我刚才就是说了还有一个哈哈这个假如不是啊哎呀这个我也有在为了通电化 Remember, 这个会改善你们健康就是让特别放松 特别放松让我们特别精神放松 然后如果不是说晚上要开会 或者是通电话 跟国内的时候 这个会帮助早晨早晨 我一般是白天如果外出的话 我都会冲一瓶 然后半包 一包不行 太甜了 我说半包就够了 是的 好非常感谢单力姐的参与 还有哪些想跟朋友们分享的 没有慢慢分享 反正你天天上直播都可以慢慢分享的 你设定一个题目我们慢慢分享 好的 不用今天一天都讲完 谢谢 还有哪位伙伴想上线跟大家聊一聊吗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好 还有哪位伙伴想上线跟大家聊一聊吗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呢我想跟大家简洁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 续练就是一个是夜不长眠 还有呢半夜要醒 醒几次的 还有呢就是续练时间太短 还有续练剂量不高 那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的身体是跟着这个 Skeeling region走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绕的太阳这个 可以自己来运行的 所以我们要保护8小时的睡眠 从10点到6点或者是从夏令 从11点到7点这个时间在睡眠里 并且要晚上不醒就好了 而且要把它发想出去 因为呢那我们的睡眠是从浅到深 有这么45个层次的睡眠 我们要在 Rapid eye movement这个睡眠 Ren sleep的时候 我们的emotion才能被process 我们的记忆 记忆力才生长 白天学习的东西才能介绍人力 所以这个深夜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不少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大脑的记忆力 将来就能发展 长期以来 可以长期以后的记忆力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 在紧急一下呢 就是这个 我们说了这几个 四个层次的睡眠 还有呢就是我们 睡眠不好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两种荷尔蒙上升 两种荷尔蒙下降 它就是造成了这个 食品荷尔蒙的平衡 那这个非常重要啊 因为一个这个 收集数下降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 人的费率 会 费率上 会 会 比较大 还有呢 另外一个 民事人的 神奇费率 比较 Portosight上升 人会比较 亢奋地 比较亢奋地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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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不稳定 后面情绪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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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啊 等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肌肉感会精彩 这样的影响到吃得不够 会造成这几个活动 然后呢 所以我们对性命是不可能的 性命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这个影响我们性命的因素 一定要在鼓势灯光声音 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不要喝咖啡 有的朋友喜欢喝咖啡 尽量少喝 而且要小吃的朋友 咖啡要16个小时的肌肉 而且有的肌肉要16个小时的肌肉 而且有的肌肉要16个小时的肌肉 更多的肌肉 感受到肌肉的肌肉 而且咖啡要的肌肉 不像这样 好 我们怎么样好好认识 有更好的睡眠呢 而且还要不要吃辣的 要吃辣的 四肌肉有的肌肉 那刚才我们说的睡眠 都属于是一年 是一年 包括那个安排肌肉 那些都挺好的 那你可以就是 这口咖啡 原来口咖啡的人 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来期待 你可以用这个来期待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来找我 那这就可以给你 適合一样的感觉 转移 这就是 你很有精密 但是还很平 也不会造成像超注意力量的大事 而且呢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 减压 大脑 帮助我们的大脑减压 这个非常重要 有时我们的大脑压力太大 反正想吃太多 食慣太多 这是我们不能睡觉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 来到洗脚啦 服务按摩啦 真修啦 这个清明术啦 瑜伽 以及中度的适量的锻炼 以及这个meditation 都会帮助我们有良好的睡眠 我也是认证了瑜伽老师 大家如果想跟我上瑜伽 做的话以后 我记录了这种游戏 还有呢 我先认证这种产品 那我刚才我们的几名嘉宾 都分享了这个身体的性能 还有其他欢迎的健康啊 适应的改善啊等等 有四个节目 大家想了解的话 私下跟我联系 如果 或者 你分享给你这个视频的 朋友们联系 谁跟你分享的这个视频 我去跟他联系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就要结束一个小时的直播 非常感谢大家上线的 联听和参与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